好 喔 神聖公 你怎麼樣 佳淳啊 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說 喔 你說啊 不過我又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說 因為我又說了 你又因為我跟你說 你又要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方上知道 是我跟你說的 我這個小公子我就 你是要說還是不說啦 是啦 你聽我說啦 我跟皇上喔 他是 他就是我們老闆的 妹妹 萬一我跟家純打招式的事情 讓總裁知道 崩潰到他微服出拳 這樣就破壞他的嫁威了 欸 鄭聖公 你喔 如果是要說 你就再去說 不要這樣說五四三 我現在很不穩 尤其喔 我總經理 因為小飛要一私奔喔 是早上的警署舊敗了 我現在有 冠軍你不可以等著 掃到紅台北了 不過喔 我現在要跟你說的這件事 真正很要緊的啦 佳淳喔 你的餐廳 待會兒來一個 很神秘 又很重要 而且喔 還有會關閉到 你們九封餐廳未來的客人 你一定要喔 親身交代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日常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有禮貌 知道嗎 喔 拜託 不管人家什麼 我都很有禮貌 好不好 是說你這樣 全講的 跟我說這件事 我很好奇 你現在說這個神秘家 變成什麼啊 今天愉悅的人客 沒有幾道 大部分我都有識識啊 用膝蓋想也知道 那是不識識的客人 不然這樣喔 我們會叫做圖子 好幾天喔 你就要記得我講話啦 只要是不識識的 還是不像語的 就跑來的客人 你一定要親身交代 知道嗎 我知道啊 你是說秘密客 啊 秘密客 是啊 就是米其林特派美食評鑑員 他們看起來很普通 所以晚上 去餐廳評鑑分數 不可以這樣說啦 真的喔 米其林派人來我們餐廳考察喔 我還想不到消費家裡的包子 人家說啊 米其林派秘密客來我們餐廳 欸 應該也不是米其林派的啦 不過我也 差不多啦 哎唷 秘密客就秘密客 直接說就好啊 說那麼多 好啦 我知道要怎麼做 好啦 這樣就交給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她喔 知道嗎 好啦 做得放心嘛 是這樣喔 佳淑 喂 喂 佳淑 喂 希望啊 一定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protocols 嗎 我告訴你 妳討論 Carmen received Цеє媽啊 喔 不是 這位老師啊 請問您是要來這裡吃飯嗎 來餐廳要不要吃飯 去那天啊 怎麼了 對喔 對啦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 想問請問你有預約嗎 沒有 如果請問你是幾個要用餐 只有我一個人 剛剛正常說的 有這個真心病 真切粉的人 要來這裡用餐 那個人就是他 哈囉 我明明有什麼東西嗎 沒有 我是看你生的 很認真 很神奇 越看越特別 還有什麼 正希 電話請好嗎 我叫羅 羅先生 來 我聽你傳包廂 麻煩你 請不請起來 你看 VVIP 快拿來找我 羅先生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包廂 你看是不是燈光美式本家 而且還有風景可以看 你看我 不錯 來 先坐 好 坐下 我哪有茶 先看看 你要喝醉一口 好 烏龍香片普爾 謝謝 香片 香片 烏龍 烏龍 我都沒有 我普爾就好 來 好 普爾 漂亮 這就是我們的菜單 好 現在看看 好 好 我們的菜單 都是有專家請人來幫我們設計 圖文並茂依褲 跟你說 特別有設計感 對 你可以看到這家 這家 是我們餐廳上有特殊 最好吃的招牌菜 尤其是這個五色小籠包 好 每一個人家都熬得到的桌子 而且是我們的主廚 清手做的 不錯 真不錯 你看 喔 我還有師父 對 同仁 我點心師父好像很有經驗 我是說師父 不是師父 喔 對 海鮮 海鮮 我知道 好 我跟你說 這上面的招牌菜都給我來吃 好 尤其是你剛才說的那什麼五色小籠包 我來試試看 沒有問題 好 你等一下 嗯 米妻人的秘密可就是不一樣 好 我才可以那裡繞兩尾櫃 來 雷煩 進化 好 這是人家店的菜 要去喔 高台獨房 每一道菜都要加量 加好加滿 知道嗎 知道嗎 知道 老師 等一下 我替你聽喔 謝謝 請問一下 你是第一次來我們餐廳吃飯 請問你是怎麼知道我們餐廳 是有人介紹我來的 聽說你們餐廳的生理很好呢 請問一下 你們每次吃飯的時間 那番桌率多少 米其林真的是厲害 廠番桌率這麼專業術語都知道 一般來說我們餐廳的番桌率 最少也有三次 平常也有兩次 對 對 那生理還是不錯 不過 我現在一個人坐 這麼大的包廂裡面 一看就知道 可以坐十個人 還是 這樣覺得太多人了 對啊 因為你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知道都是以客為尊 這個時間差不多都沒有人客 所以我就想說 你這個包廂 你可以有比較舒適 比較隱密的空間 這樣享用美食 你會好意給我了解 不過我吃了 你們就讓學生要整理 時間會增加 你人生的身份 這樣不好 你實在有夠專業 有夠大心 還會關心我們的經營管理 你的意見 我的概念 你要在這裡稍坐一下 我去看看你的菜 準備怎麼樣 OK 我們酒風餐廳是不是 可以摘下那顆星星 要看我的表現 劉家春 快點 快點 兄弟 平常是菜的分量有這麼多嗎 差不多 這道菜的分量這麼多 你們有很多 想看看食材是什麼 就像那個 牛肉炒空心菜 你們用得這麼多 很明顯的食材 你已經用了一半 還加上 你們兩個這樣 挑學部 人力增加成本這麼高 你們老闆 敢不敢了解嗎 是這樣 因為快去買 所以我們酒風餐廳 就希望可以用 最好吃的餐點 跟最好的學部 來回饋我們的客 讓客人可以感受到 物超所知 好 不過 我怎麼幫你們玩 根本都沒有理想 這道了解的生意 不過 繼續做下去 對 看比較少看 不過 只要我們人家 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友心 今天我們的餐廳吃飯 我們可以 坐著雙贏的局面 我們用心改歲 又把他加大份量 他應該覺得很麻煩 看起來高玉菲的爸爸媽媽 對餐廳的經驗並不是很厚 我這樣下去 我們的家主 竟然就無憂了 總經理 等一下 這菜是怎樣 是怎麼一瓶這瓶子 不是啦 這是家主特別高大 她還說每一道菜 分量都要加大 要讓人家吃到麻煩為止 這裏家主是客帳 叫人家大廚大 她 她是不是有什麼朋友來吃飯 她要給她朋友吃好吃 吃環褲獨房 做到一瓶這麼大瓶 她是多少人來吃飯 對 一個人 我真的是一瓶子 在家裏家裏 這個小孩如果沒辦法觀察 一瓶一瓶要給她做飯 她坐在哪裡 她不是坐外面的房子 她坐包廂在那裡 坐包廂 劉佳純真的把我氣死 一個人把我拿包廂 你知道嗎 我要親眼睛看看 到底有什麼樣的朋友 竟然讓你拿我的菜和包廂 去做自己認真 請問你還要點菜嗎 沒有啦 你知道我有問題 我問你 這道菜混亂看起來 食材的技術差不多有兩百 你們這裡賣三百而已 會不會好嗎 我們實在 都是跟當地小農大量進貨 所以可以拿到比較好的剩口 還有這個 你們後來這麼大 比較大 比較漂亮 比較清楚 人家怎麼看我 你再加英文 還好嗎 對 對 這樣還好嗎 她算聰明 還有 像這個圖 換個清楚 人家怎麼看我 劉佳純 總經理 你敢不太瘋了 對 總經理要交代好朋友 你也不能拿餐廳的東西 來做認真 是誰我們前 你偷偷跟菜加料 總經理 你肯定煩肚膀 加量不加價 你的朋友如果一個一個一個都這樣給我摸 是跟我這間餐廳 早晚都給你摸到 總經理 你心裡想到 跟你們前提到我講 這位羅先生是很重要的客人 所以我們要好好交代 好 好 明明是你的好朋友 你還要騙我是客人 我跟你說 你若是跟我這樣逛 我就把你的朋友掛出去 總經理 你告訴你 別人總經理我告訴我 有什麼事情 當你朋友的面前說 女士就是這間餐廳的老闆對吧 是你 我的天 姐夫 哪是你 總經理 你有沒有知識 當然你知識 他就是那個陳家長 總經理 我們不是他 我也不會眼睛筋筋 看小飛在我頭前走過 對…總經理 不過我們現在是 你們來一下 你聽我說 沒什麼好說 告訴他 我就幾百都會 我跟你說 我們餐廳 絕對不可能 你這種人客 總經理 你怎麼這樣對秘密客說話 什麼秘密客 我看是奧客 總經理 我的餐廳 沒有歡迎你這種人客 你現在讓我出去 總經… 沒關係 我來走 因為這間餐廳 給我台頭 工作就沒辦法 買單 沒有啦 羅先生 你是不要走 坐在這裡 才剛才來而已 看過我的新聞 已經百年了 所以你不是在財富 這麼多來教我 你會好心 所以沒辦法 我拿到政客的資訊 所以我下來也沒辦法 我和羅先生 不過 我發現老闆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快點在人客面前 對我這樣大小的聲音 這是做餐廳 最大的禁忌 像這種高級的餐廳 我可以把這種情形發生 是呀是呀 不要說是非心靈心心 我看現在三百年都沒有 你是你老闆說什麼 我現在不相信 叫他一個人客 我餐廳要來拐問 陳家長生生意 你剛才不是說要買單 我現在就叫人給你算什麼 等一下 這什麼我都沒吃到 給我打包 別浪費 來 給我找東西 OK 羅先生 我現在隨便你打包 你稍等一下 沒有問題 我等你 我不會再次見你 我也是 好 你 糟糕 你 現在事不吵了 你這事情大條 我跟你說 你這兩樣的菜 我會為你薪水裡面靠 現在問題是不是這個 你剛才剛才剛才那個 羅先生很像 像 她是米其林特派美食評鑑員 妳說什麼 她是米其林特派美食評鑑員 不對 是曾晨說 我全天卡電話告訴我 說有一個人要來 餐廳吃飯 我要好好交代 所以我不知道 加量不起來吃 不然呢 我吃得到她嗎 這邊哪有可能 她真的是什麼 米其林美食評鑑員 這是情侶密的事情 真正公道可能知道 我怎麼知道 是怎麼知道 不過剛才我有觀察 這個羅先生 他不然是點菜很認真 還有 他還有觀察 冷餐廳的環境 還有問我經營理念 還有食材的成本管理 這個問題 怎麼聽起來 都是我在網路上面看人家說的 米其林特派美食評鑑員 她還看我們經營理念 食材成本管理 是啊 你看 她問我這個問題 跟一般人家不一樣 還有 妳剛才說 妳在哪裡遇到她的 妳在記住我 那當時我去撿曉飛 她一直跟她走動 害我撿不到曉飛 我不知道怎麼想起 這樣就對了 我跟妳說 所有的米其林特派員 都在世界各地的美食餐廳穿梭 妳如果是在記住 撿到的表情 她其實是 剛才到台灣的秘密課 跟妳說不可能 不可能 好 別浪費了 快拿她打包 把她撿給我出去 喂 妳 喔 屎 我會穿車耶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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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